他到达中期15分钟到20分钟 这个节点特别猛 当然其实现在双方的阵容锁定完毕 其实这个阵容来看的话 SDG这边可以说是 拿到了自己比较喜欢的一套阵容 假的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中路跟打野 找到机会线一推 然后往下路直接一波四包二的话 这下路会很难受的 对 而且上路TP还用掉了 上路两边都没TP的情况 是蓝色方这边比较想的 愿意见到 还是想拉 再一刀闭上去两刀很痛 哇 直接闪下来过来 带啥 给个大刀 应该没了应该没了 对 这就是带了一波机会 第三波一个QE闪现 然后接点燃一刀瓶 这一波非常果断 但是也去这里 盲索遇到了暴女身后这里剑膜 血量有 然后是想幽梦 然后在街上 呃 木刃再加上一个死亡之舞 是 就比较薄的一种打法 支援就够了 嗯 就看谁已经非常小心把距离升位 尽可能往后拉了 但是没有想到 落的开团的距离还是太远了 这边双方的开始争夺这条峡谷先锋了 就这边有了优势之后 而且暴女现在对于盲森来说 还是有一定压制能力的 是的 芥末这边也在往这靠 哎 再把这条峡谷先锋往后拉的是回血了 看一下一个一个大刀刮过篮 这边没有视野啊 都没有意见的没有抬到 暴女在合到错了 就现在谁都不敢犯错 因为现在你犯错的情况下的话 会面临什么 大楼马上刷了 对 但是艾森这里要借这条可懵逼了 看一下这个龙能不能抢 暴女没有抢到 这波团打了 这边直接先手杀掉了辅助 锤石没了 阿卡里血量不高 看能不能打前撤 这边杀不够 最后一下伤害没有 血手三剑套的情况 我再跟你打算 会更加稳一点 直接开车 这边其实只要逼你防御塔就行了 这波还是要开 台刀两个很漂亮 剑谷两刀 直接打foke了 而且买了一个秒表 这个节点 而且我可以逼你团打架 这是绕后的一个车 这一波绕后开车 第一个闪现 勾住 但是也不太敢打 再一台 这一波团队排气两个人 两个然后这边 这一波剑谷 直接拉过三个 直接是甲娇乐和加特 战场被分割的比较乱 但是正面这边 其实一队会在顶 这边能不能顶得住 这安卡里感觉走不了 在烟雾里面 但是对方有四个人 很勉强地换掉了一个落 但是自己几方 剩下的三个人 也是全部都被抽掉了 我是闪在过来跟 要抓我跟 再黏 这边走不了 这边盲森也得交代 那这边等一波边线 好像直接可以一波了 这应该是一波了 最后一波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 被闪现上了一下 点之后 接下来技能提炼 盲森又没有大招 最后老贼以及Hacker 只能在几方高地上 双双隐蔽 那这一波在破掉了水晶之后 也是要恭喜 这边的SDG赢下 第一场比赛这里 是的 恭喜SDG 这场比赛的话 东方小龙崽 是打出了他们的血性 是的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一局从LDL一路 打上来的队伍